那时候 我们尽管穷困潦倒 但是 我们真的感觉不到自己的痛苦 感不到自己的贫穷 我们很充实 我们很富有 是精神上的富有 因为艺术 因为文学 因为绘画 让我们感觉到自己 卓尔不群 感觉自己 总有一飞冲天的那一刻 常常的 我们走在狭窄逼测 垃圾遍地的城中村 心中充满了神圣和崇高 也充满了必胜的信念 那种感觉 就像毛主席去安援 多年后 成了名的话家 也常常光顾城中村 他一进城中村 就弯下了在那些 大横和老板们面前 高高挺起的脊背 他在城中村走来走去 背着双手 脚步缓慢 眼中充满了 牢记福利的神情 他说 这里是我的风水宝地 这里也是我的风水宝地 这里隐藏着假烟窝点 而我在这家 全国知名的报业集团 是一些假烟窝点起家的 我还想起了那时候的一件事情 有一首散文诗 忘记了题目 也忘记了作者 只记了前几句 我为您写诗 在这样的夜晚 星子都睡了 只有诗句还醒着 这首散文诗很长 足有敬前字 全文用用排比段落 每段的开头都是 我为您写诗 在这样的夜晚 这首散文诗 在我大学的时候 还能背诵全文 而在城中村的时候 还能背诵一段 而现在只剩下了第一句还记得 我不知道这是谁写的 一直不知道 按照行文风格 应该是写于民国年间 而我觉得 也只有那个年代 才有这样优美纯净的文笔和意境 我一直固执地这样认为 民国年代的文学 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高峰 那时候我问过画家 画家也不知道作者是谁 我没有爱情 没有恋人 这首散文诗 却说出了 我想对恋人所说的所有的话 当我后来有了爱情 面对着恋人 想给他背诵这首散文诗 以显示自己 有文化的时候 而我却只能 背诵出散文诗的第一句话 曾经有人对我说过 这首散文诗 其实是一封书信 我心中感慨不已 也许它真的是一封书信 那个遥远的年代 多么纯净 多么浪漫 一封书信 也可以写得这样美 而这样的书信 足以打动任何一位 美若天仙的女孩子的心 而现在 人们的交流 早就不再写书信了 恋人们只把枯燥无聊的 照本宣科的手机短信 发来发去 现在能够打动女孩子的 可能只剩下金钱呢 我们在城中村居住了一年 而此后 我们搬离了城中村 我们的日子 忙碌而空洞 我们再也无法 拥有那段单纯 而幸福的美好时光 在那段时间里 城中村真正的热闹 是从午夜开始的 不过 这种热闹只有动作 没有声音 只有忙碌 没有喧嚣 即使你居住在 城中村的临街的楼上 即使你打开了窗户 你也不会知道 就在你的房屋下 就在你门前的过道上 人群穿梭来往 如同过疆之急 我和画家 都习惯了咒服夜出 沉静的夜晚 让我们心静如水 思绪翻飞 让我们感觉超脱宁密 精神升华 暗夜让我们 有一种一世独立的感觉 有一天 大约是午夜两点 我看书看累了 就走到窗口 向下望去 突然看到狭窄的巷道上 奔走着一个高大的身影 背上涂着一包什么东西 走了匆忙而轻快 他走到路灯光下 脚步更快了 我看到他肩上的东西 还用黑色的包装袋包裹着 那一刻 我第一反应是 这是一个凶手 一定趁着午夜时分 毁尸灭迹 城中人的治安 一直是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 城中村的房屋 成千上万千 住户来自四面八方 谁也不知道自己的邻居 是干什么的 有什么背景 有过怎样的历史 前几天 听说房东催促一名住户 交房租的时候 找不到住户 后来撬开门锁 却发现住户 在房间里已经死去多时 而房门被凶手在门外锁上了 看着那个在暗淡的路灯光下 匆匆离去的身影 我突然想到了报案 就在我准备离开的时候 巷道却出现了另一个身影 也是扛着一包 用黑色包装袋包裹的东西 那东西方方正正 应该是一个箱子 它沿着和前一个人相同的路线 走到了巷口的路灯光下 然后在拐角处消失了 几分钟后 第三个 第四个人出现了 都是扛着那种包裹的 严严实实的箱子 都在走着相同的路线 我感到很蹊跷 他们是干什么的 我决定看个仔细 然而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 他们再也没有在巷道出现 就在我以为他们睡觉了 我就要离开窗口的时候 他们又出现了 这次还是扛着同样的东西 走着同样的路线 奇怪 他们扛着什么 他们从哪里来 又到哪里去 城中村有着太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城中村村口的丁仙人 不会休闲 休车人不会休车 村子里的每一个十字路口 都围坐着一群中老年妇女 手中拿着枕险半天 也不会动一下 巷子尽头的烟摊 无人问津 每月收入不够交付房租 却还一直做着赔本生意 村子里一场隐秘的地方 开着一排门店 门店里却没有经营任何商品 村口开始有了假言 却只卖给过路人 夜半的城中村 高档车云集 却秩序竟然 神秘人扛着箱子 在夜半的巷道 来来往往 这座城中村 到底掩藏着什么秘密 我的疑惑还在继续 那天晚上 何华家吃完重庆酸辣粉 回家的路上 看到那些店面的门口 停满了各种各样的高档轿车 司机和店主交谈着 一见到我们就简末不言 充满戒备 高档车的车主 和这些小店的店主 是什么关系 那么多的高档轿车 为什么会拥挤在这座 环境张乱差的城中村里 一个拥有几十万上百万元的座驾 一个在城中村开店湖口 他们的身份相差悬殊 就像是一个大宋皇帝的情人 李诗诗 一个是阳谷县城里 麦翠黎的小韵哥 他们又是通过什么 连接在一起的 有一天下午 我专门留意了这些店面 这些店面 只有在中午过后 才陆续开门 店面里 只摆放着一个玻璃柜台 柜台里 放着几包口香糖 几卷卫生纸 几盒恰恰瓜子 几罐可乐雪碧 这些店面 简陋的不能再简陋了 商品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 他们又依靠什么来维持生计 依靠什么来缴纳房租 惨淡经营的店面 老板应该愁容满面 但是 这些店铺的老板 红光满面 言笑奄奄 神采飞扬 从他们一张张 保养良好的脸上 丝毫读不出 萎靡颓废的内容 他们坐在店铺门口 大声说着 笑着 用我听不懂的方言 他们看起来很开心 疑惑接踵而来 有一次 我在城中村散步 城中村的后面 是一座低矮的小山 我来到山脚下 看着几状贴着磁砖 看起来干净整洁的楼房 楼房的每扇窗口 都安装了防盗网 窗户紧闭 楼房的下面 是几间店铺 店铺中间的地面上 放着一尊 树根雕刻而成 又用清漆 涂抹的油光发亮的 巨大的茶几 茶几上放着几个酒杯 一样大小的茶杯 透明的茶壶里 装着又黄又亮的茶水 几个男人 正围着茶几喝茶 残余的茶水 倒在茶几上 顺着细细地滚倒 流进放在地上的塑料桶里 茶几上还放着一只 乌黑发亮的蝉厨 蝉厨的嘴巴里 闲着通闲 后来 在很多闽南人 开市的店面里 我都见到过这样 别具特色的茶几 他们在喝茶 他们的眼睛 却没有闲着 他们时不时 就会向门外张望 他们警惕的 就像腰间别着一把木头手枪的小兵张嘎 几间店铺的中间有防盗门 防盗门的小门打开着 我走向小门 想走上去 直觉告诉我 这座楼房里 一定埋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 我刚刚走到防盗门门口 店铺里就冲出了两个男子 一名穿着红色上衣 一名穿着白色上衣 他们拦着我 恶狠狠地问道 干什么的 去哪里 我说 那集啊 找厕所 红色上衣的男子 吃笑我说 好到这里找厕所 走吧 他伸出双手 做出推向我的姿势 我转身走了 慢腾腾地拐进一条小巷 走出几十米 突然一回头 看着身后跟着一名男子 那名男子穿着白色上衣 就是刚才拦截我的那名白衣男子 他看到我回头了 下意识地向墙角闪避 我装着没有留意到他 在秘如珠网的小巷里 拐来拐去 到了最后 估计摆脱了白衣男子 而我自己却迷路了 那天我回到家时 已经是晚上八点 我在棋盘一样的城中村里 转来转去 居然转了好几个小时 刚打开房门 还没有喘一口气 画家就上门了 画家销售的脸上 有几块瘀伤 双眼也肿起来了 他坐在我的床上 愤怒地喘息着 夹杂着咬牙切齿的咒骂 我问 怎么了 画家说 我刚刚被人打了 那天晚上 我在城中村迷路了 像一头蒙着眼睛 拉墨的驴一样 在棋盘一样的村子里 兜着圈子 画家走进了 重庆酸辣粉店 酸辣粉店是画家 除过我的出租房外 最喜欢去的地方 那段时间里 我一直怀疑画家 喜欢上了那个 美若天仙一样的 重庆美女 每次从她看着 那女孩的眼神中 我都读出了 非常复杂的内容 但是画家 失口否认 高大美丽的重庆美女 一定让画家 心圆一马 仰慕不已 有一次 我和画家 在酸辣粉店吃饭 旁边的一桌 是两个尖嘴猴腮的男子 他们看着重庆美女 弯下腰 从水桶里 捞起红薯粉 翘起浑原 丰满的屁股 屁股被包裹在 紧绷绷的牛仔裤里 他们稀流稀流地 吸着口水 悄悄地说 这么漂亮的女人 不当妓女 实在可惜 画家听见了 他站了起来 怒气冲冲地 指着那贼美鼠眼的男子 呵斥道 你们再说一遍 那两个男子吓坏了 他们连酸辣粉 也没有吃 就灰溜溜地 逃出了店铺 重庆美女 不明就里 睁着一双 迷惘的眼睛问 怎么了 怎么了 怎么回事 画家轻描淡写地说 没什么 他们吃得太饱了 多年后 我们谈起当初 在城中村的时光 我问他当初 是否喜欢上了 重庆美女 他还是不承认 但我看出他眼中 有了一丝 哀伤和惆怅 那时候我们都很穷 我们不敢奢谈爱情 当我们觉得自己 有资格谈恋爱的时候 爱情却早已离我们远去 我们的脸已经苍老 我们的心 更加苍老 重庆美女 是我们这些年 难得一遇的 既漂亮又善良的女孩子 接着说说 那天晚上发生了事情 画家毫无疑问 喜欢重庆美女 只是碍于当时的窘迫 她不愿意承认 也没有胆量追求 画家经常会说 这么漂亮的一个女孩子 为什么就找到 那样一个男朋友 重庆美女的男朋友 说着一口急去熬牙的 醋溜普通话 她比重庆美女 几乎要矮一个头 有时候 我们吃着酸辣粉 画家看到那名男子 对重庆美女 做出轻腻的举动 她的眼睛里 就有一次痛苦的神情 我们那时候 经常在背地里 把重庆美女的男朋友 叫地老鼠 我只知道画家 嫉妒地老鼠 没想到他们之间 会大打出手 那天晚上 画家照例叫了一碗酸辣粉 吃得热火朝天 回味悠长 吃完后 画家掏出了自己的黄红梅 放在了桌子上 抽出一根 点燃了 很多的时候 画家都不愿意 从口袋里掏出黄红梅 她好面子 自尊心很强 不知道为什么 她那晚 居然掏出来 四元一包的黄红梅 而且还放在了桌子上 就为了这一包 滴挡香烟 两人发生了冲突 画家看着重庆美女说 你们那里的女孩子 听说都长得很漂亮 是不是这样 重庆美女 谦虚地说 哪里都有漂亮的 哪里都有不漂亮的 你们那里的女孩子 肯定也不错 画家又说了一句 你个子好高啊 我就喜欢高个子的女孩 重庆美女说 你更高呀 应该有一米八八 你这样帅 女朋友肯定也不差 啥时候带来看看呀 画家自嘲地笑着说 我哪里有女朋友呀 你做我女朋友 好不好 好啊 重庆美女也笑着说 这本来是两人 开玩笑的话 无伤大雅 可是这些话 偏偏被刚刚走进门的 地老鼠听见了 地老鼠偏偏个子很矮 偏偏在重庆美女 面前很自卑 如果他们不谈论个子 这个很敏感的话题 也不会有后来的冲突 地老鼠沉着脸 让他那张本来 旧很漫长的脸 显得比例更加失调 他冷冰冰地说 个子高怎么了 个子高都是傻大个儿 都是穷光蛋 现在开始 轮到画家脸上挂不住了 这名矮个男子 夹枪带棒的话 让他的脸也变得漫长起来 他说 你怎么指桑骂怀呀 地老鼠恶狠狠地转过身 盯着画家说 我就指了 我就桑了 你想怎么样 他不懂得指桑骂怀是什么意思 他也低头 看到了画家 放在桌子上的黄红眉 拿起来扔在地上 用脚踩 这种低档眼 我们那里狗都不愁 和所有 还没有出名的艺术家一样 画家很好面子 很清高很自负 他尽管真正贫穷 而自尊心支撑着他 不愿意让别人 说自己贫穷 贫穷毕竟不是一件光荣的事情 现在不是文革 画家气得脸色煞白 可是他却不会骂张 他很认真地说 狗本来就不抽烟 地老鼠没有理解这句话 他那种文化层次 也无法理解 他以为画家在骂他是狗 他气势汹汹地说 你他妈的才是狗 你等着 老子今晚修理你 然后就走了出去 重庆美女 一直惊讶地看着这一切 不知道怎么办 他看到男朋友离开了 就对画家说 对不起啊 实在对不起 你快点走啊 他去叫人了 画家本来完全可以逃脱 他也想到重庆美女的男朋友 是去叫人了 但是 在这个美若天仙的女孩面前 他不能逃避 他逃避了 就显得自己懦弱 而没有男人 会在美女面前 表现出自己的懦弱 每个男人 在漂亮女孩的面前 都像雨后的青霸一样 鼓起脖子下的气囊 让自己看起来威武强壮 画家向重庆美女吹嘘说 如果她不是你的男朋友 我就一拳挥过去 打了她满脸开花 重庆美女推着画家说 你快走吧 大家不好 画家被重庆美女 推到了台阶下 刚刚台腿走了几步 就看到前面 跑来的地老鼠 地老鼠两条短腿 欢快地移动着 就好像贴着地面 滚过来一样 她的身后 是几个同样瘦小的男子 他们皮肤幽黑 眼神凶悍 他们围着画家 拳打脚踢 从来没有打过架的画家 被打倒在地 她在地上扭动着 没有防范的头 被踢了好几脚 重庆美女从店铺里冲出来 她扑倒在画家身上 大声叫喊着 憋大了 憋大了 那几个瘦小的男子 停下了拳脚 重庆美女爬起来 裤子上都是尘土 她对着地老鼠骂道 你他妈的是个贵儿子 老娘错看了你 都不会有留意 你这种东西 我先去 你这些东西 你这种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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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种东西